今天为大家带来台湾防空力量合集之舰对空 由于视频篇幅过长 为了方便大家观看 请大家先订阅收藏 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导弹防御系列在现代武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它可以起到拦截来自空中具备威胁的目标 而且它装备到船舰上也可以加强船舰的火力 而今天要讲的主角是 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所研制的一款导弹防御系统 它就是海舰陵导弹系统 这种导弹是一种以红外线与被动雷达整合制导的轻型防御对空导弹 而海舰陵导弹系统首次展示 是在2015年的台北航太展览会上 这也是中山科学院以天剑异型导弹为基础研发的面对空导弹 它使用了新型的寻标头和中途诱导模式 以及能够折叠的弹翼与自转尾翼等技术 是天剑异型家族的最新衍生型号 但是它的改进幅度比较大 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新系列的武器 研发这款武器是由于方阵快炮在内的各型机炮的 进破系统拦截范围较短不能打击到远处的目标 并且一次只能锁定一个目标 攻击效率比较低 这种机炮进破系统已经无法应对 现代研制的高超音速武器 更不要说起到防御了 而现在大多数的地方都进行研制用导弹 和激光武器来弥补机炮的缺点 为了弥补这个缺点 台湾向中山科学院提出 研制具备短程防空反导系统 因此海舰陵导弹系统出事 海舰陵导弹系统虽然是根据天舰一导弹而研制的 但是海舰陵导弹经过了很多的改进和升级 例如海舰陵导弹加入无线电中段指令诱导 和新型的红外线平面凝视阵列制导头 基本将很多先进的技术融合了进去 可以说是台湾最先进的导弹系统 而海舰陵导弹的射击原理 是先由船舰上的雷达系统标定并追踪目标 等目标进入可接战的范围内 便会向来袭的目标方向发射导弹 并且会根据资料链指引导弹往目标方向飞去 而寻标头在发射后才开启从而寻找目标 这可以增强对目标的锁定能力 而搭载在船舰的火控系统 并不需要进行全程指引导弹 这样就可以同时诱导多枚导弹去进攻多个目标 而导弹会各自锁定目标进行攻击 互不影响 这就具备了多目标接战能力 海舰陵所使用的这种射后锁定技术 与海公洋系统的接战模式很相似 但海舰陵导弹系统的这个技术 并无其他人的协助 完全是中山科学院自主进行研制 并且在2017年的阿布扎比展中 展出的海舰陵导弹系统 和之前展示的有点不同 例如尾部的自旋尾翼结构 以往展出的是十字翼面 但在阿布扎比展出的 则是改为八片固定式的低展显比翼面 并且导弹的正面截面积 要比之前的更加更小 海舰陵导弹后部的火箭推进段 也进行了加粗 为了增加推进火箭燃料的计量 从而延长导弹的射程 根据相关人员推测 它的射程可达到15公里 但是其他的相关数据则并不知道 毕竟海舰陵导弹系统 还要在等一段时间才正式服役 但从展览上的海舰陵导弹系统 还是很强悍的 而海舰陵导弹的系统发射座 目前沿用的是密集阵禁防系统的基座 但它的火控台并不是沿用方阵系统的火控台 而是台湾自主研制的一种 开放式架构战斗管理系统 并在2017年的台北世贸航太展中展示 这次展示中 还有中科院自行设计的旋转座 一同被海舰陵导弹所运用 而一个导弹系统必不可少的就是雷达系统了 海舰陵导弹采用的雷达系统 也是中科院所研制的一种新型的光电雷达系统 这种光电雷达系统一般只装备在独立型的海舰陵系统上 而它的战系型海舰陵系统则是由船舰上的作战系统提供目标参数和火控指令 并没有安装光电雷达系统 而战系型海舰陵系统的发射器上 一般会配备24枚海舰陵防空导弹 中科院还将研制搭载卡车上的陆际型海舰陵系统 目前海舰陵导弹系统的舰载型最有可能会配置在新型的陀江级巡逻舰上 这是因为陀江级在制造的时候 开始装备台湾自主研制的开放式架构战斗管理系统 这也就可以更好的实验海舰陵导弹 标准二型防空导弹配备于基隆号上 能够以3马赫的速度飞行167公里 能够采用惯性无线电子令加半主动雷达制导 是台湾海军的最强武力之一 而且还分为中程和增程两种 能有效地对付中高空飞机 反舰导弹和巡航导弹 那么这样强力的导弹是怎么来的呢 标准系列防空导弹又称SM系列导弹 是美国海军为取代RM-2和RM-24防空导弹 于1963年开始研制的中远程全天候舰队防空系统 而且经过这几十年不断的改进 标准导弹已经发展成 拥有数十种型号的庞大家族 不但成为美国海军的主要防空系统 而且还装备在其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舰艇上 标准系列导弹主要分为 标准1 标准2 标准3 三大系列 而且每个系列又分为多种改进型 最早投入使用的是标准1系列 而现在的各国海军主要使用的是标准2系列 这是作为宙斯盾防空系统拦截弹 在SM-1型的基础上研制的 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装备的就是这个系列 SM-2系列采用了惯性中程制导 加半主动雷达自动寻地制导的复合制导体制 由MK-41垂直发射系统 或MK-26导弹发射器发射 由尾部弹翼控制飞行方向 在飞行目标的途中 该导弹的惯性导引自动驾驶程序 会自主选择最有效的到达目标飞行路径 而且可以接收来自地面的指令 以此更正飞行路程 因此标准2型导弹的半主动雷达导引 只在最终阶段的拦截时 需要几秒钟目标照明 这种能力可以使神盾战斗系统和新威胁升级系统 分享船舰上的目标雷达信号 大大增加了在同一时间攻击目标的数量 而且除了这些 标准2型导弹还采用了先进的 丹麦冲导引头和数字计算机控制 极度有效的克服了SM-1导弹的缺点 提高了射程 精度和抗干扰能力等 而后是它的衍生型SM-2BROKE-1型导弹 它是在1978年投入使用 1984年停产 该型与SM-BROKE-4型导弹非常相似 具有相同的制导和推进系统 但采用了新型的MK-115爆破杀伤战斗部 并加装了中断指令修正系统 因此导弹的有效射程达到了46公里 而且这款还是反辐射自导隐形导弹 被称为标准ARM 不过该型只用于出口 曾经是许多国家海军的主力防空武器 它采用了一套反辐射寻地器 以避开雷达散射 因此只要想 那么射程就能进一步增加 SM-2BROKE-2型导弹 于1983年装备美国海军 该型导弹采用了新型MK-104双推力火箭发动机 从而进一步增大了射程 达到了166公里 提高了对抗高机动目标的能力 同时美国还引用了全数字信号处理基础 并采用MK-115爆破杀伤战斗部 直接将攻击型拉到极限 而后世SM-2BROKE-3型导弹 这款衍生型研制工作开始于1984年 与BROKE-2相比提高了电子性能 并加入了MK-45MOD-8目标探测装置 以提高对抗低空目标的性能 并且加入的MK-125战斗部 使爆片具有了更快的速度 对来袭目标的毁伤能力更大 进一步增加了反掠海目标的能力 而要说其中最符合当时局势的 还得是双模式SM-2BROKE-3B导弹 该导弹加入了一套辅助红外传感器 而且完成了半主动式雷达自动寻地通道 提高了导弹在最后阶段 对付重要目标的性能 扩展了导弹制导逻辑运算功能 使其能够更好的处理传来的信息 接着通过评估每个传感器的信息 以此来决定 由哪个装置来制导攻击目标 在后来的一次试验中 发射了8枚导弹 有7枚导弹 分别命中了低空 高空 进程目标 命中率高达88% 最后一个衍生型为SM-2BROKE-4增程型 这是在SM-2的基础上 加装助推器而成 最远射程达到185公里 最大射高24000米 弹长8.23米 弹径346毫米 弹重1451公斤 SM-2BROKE-4主要用于舰队区域防空 除了增加射程和复杂电子干扰情况下的拦截能力 其机动能力也比BROKE-3型更强 而且还采用了可提高机动性的BROKE-302改进型主发动机 和MK-12型助推器 不过这还远远不够 1993年美国海军开始研制 具有拦截弹道导弹能力的BROKE-4A型 它采用了BROKE-4的弹体 制导装置换成双模无线电频率 红外探测器 使导弹的灵敏度和抗干扰能力进一步提高 同时改进了自动控制系统和换装改进的破片战斗部 按照射击要求 该弹可以由宙斯盾系统跟踪 构成海面舰艇与近海岸地区的弹道导弹防御网 同时仍然保留了原有的防空能力 说了这么多 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它的强大 而台湾就是引进了这个武器 建设型天剑2导弹 中山科学研究院将其代号称为TC-2N 这里的N指的就是舰载型 TC-2指的是天剑2型导弹 舰载型和最初版本的天剑2导弹一样 都是采用主动雷达导引 舰载型天剑2导弹又叫做 海舰2型反舰导弹 这款海舰2型反舰导弹的改动幅度比较大 它的特点是具备有全天候多目标 全向性垂直发射以及快速转向等 该导弹的作战定位跟 RIM-162净化型海麻雀导弹 非常的相似 RIM-162净化型海麻雀导弹 是一种主要用于保护舰艇不被导弹 和飞机伤害的超音速反舰导弹 它的最快速度高达4马赫以上 作战范围在50公里左右 海舰2型导弹首次亮相 也是在台湾航展上 在2015年时 中山科学研究院在台湾航展上 透露了关于海舰2型反舰导弹的一些信息 具体了解 舰射型无论是倾斜发射或者是垂直发射 都会搭配一个直径较大的助推器 这个助推器能够增加导弹升空的出速 并且还能增加导弹的有效射程 在助推器的火箭尾口 有一个十字对称的TVC向量推力装置 能让导弹在升空之后 及早转向 加快对目标的打击速度 这个助推器是海舰2型导弹专有的 这个专有主要的是指所有的舰2型导弹 只有舰载型舰2导弹才有 而且目前世界上一些主流的舰载导弹 基本上也都会采用这种助推器 当然助推器也有好有坏 海舰2型导弹在2018年的 寄阳级巡防舰的淮阳号上 完成了首次施射 后来又在2019年完成了作战测评 在完成了所有测试后 台湾就采购了一批海舰2型导弹 在2020年海舰2型导弹正式开始量产 并且装备在了6艘康定级巡防舰上 用来取代原有的海丛树导弹 海舰2与空射型天舰2相比较 它们的外形尺寸大小基本一样 不同的就是海舰2采用了折叠翼设计 因为海舰2是由发射箱 或者是MK41垂直发射系统发射的 本身它的体积就比较大 所以只有采用折叠翼设计才能装进去 相比于初代的天舰2型导弹 海舰2提高了其射速和精准度 它的射速高达4马赫以上 在2019年5月16号 陀江级巡逻舰上装备了两座八连装的海舰2中程防空导弹 并且还配备了方阵禁破武器系统 这次所搭载的海舰2中程防空导弹 将采用倾斜发射箱发射 有效射程为30公里 在2019年8月5号有媒体报道 为了配合量产型的陀江舰交件的期限 海舰2防空导弹系统在2019年底进行 MK41垂直发射系统的实弹射击测试 希望在这次测试后 2021年量产的陀江级在交件仪式上 就已经装上了海舰2防空导弹系统 由于海舰2型导弹系统一直是在陀江舰上测试的 所以它的研发计划也被纳入到陀江舰的成海计划中 2021年6月5号 台湾高效能舰艇塔江号 在本月的3号第二次海事期间 搭载了一具八连装的海舰2型防空导弹 预计在未来 海舰2型导弹将陆续成为陀江级巡逻舰 康定级巡防舰 或者新一代巡防舰 以及玉山级船屋运输舰的标配装备 由此可以见 海舰2型防空导弹的实力还是比较强的 我们都知道 现代军舰的自卫能力相当的强 尤其是配备有宙斯盾等级防御系统的军舰 其防护距离通常在三公里内 而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它的威力 密集阵进程防御武器系统 以顶端的雷达来锁定敌方攻击单位 接着以1万发每分钟的射击速度进行拦截 也就是每秒钟可以射出166发子弹 而如果是投放杀伤爆破榴弹 那么一秒内即可投送64公斤炮弹 抵挡一切来袭的攻击 可如此强大的武器是怎么研发出来的呢 密集阵系统开始构想规划 始于1967年 以色列海军艾略特号驱逐舰被击沉后 美国从其他途径确定 苏联有着可掠海飞行的反舰导弹 因此从1968年开始研究防御导弹的舰载装备 第一套技术演示的密集阵快炮 在1970年代于新墨西哥的白沙实验场进行 而后在1973年将原型密集阵快炮装设在金恩号驱逐舰上 1973年8月至1974年3月实施测试 不是不要紧 一是美军发现这东西强得离谱 于是在1977年7月密集阵禁防系统正式制式化 直到1980年4月安装在珊瑚海号航空母舰正式服役 从形状上来看 密集阵禁防系统火炮和雷达被整合在同一个炮座上 顶端标志性的白色护罩内为雷达装置 而在设计上 密集阵禁程防御武器系统可进行全自动防御 即给定目标的资料后 就可以完全靠内舰的雷达搜索、追踪、目标威胁评估、锁定、开火 炮口可以以每秒126度的速度水平移动 垂直移动则是每秒92度 大部分状况下可以在1.5秒内将炮口对准目标方位 这种设计的优点是安装容易 载台只需提供电力 不需与船舰上的作战侦测系统进行整合也能运作 安装的甲板位置也只要确保足够的结构强度 而不必在甲板上挖洞 至于密集阵的操控系统则设置于舰桥内 每个控制台最多控制四组密集阵系统 可进行目标分配与监控等工作 另外 每套密集阵系统都有一个各自独立的本机控制台 一般设置于密集阵系统附近的抗震舱室内 负责控制该套密集阵系统的运作 可作为遥控操纵台失效时的备用 一般配置三名操作人员 一名射手 两名装填手 发展至今的密集阵进程防御武器系统 其实也经过了很多种的改良 最初的MK-15Brock-0 采用M61A1火神式机炮 炮管长76倍径 弹线为9条左旋设计 使用20毫米口径弹药 有效射程为450至1800米 每分钟射速3000发 这样的作用原理就是在开火的短时间内 倾泻出大量弹药 在雷达计算出的导弹可能经过路径上 形成极为密集的弹幕 以达到拦截击落的目的 而它最初配备的炮弹 为MK-149型脱壳穿甲弹 重约100公克 炮口出速约1113米每秒 着重强化穿甲能力 故非常强调外弹道性能 以及缩短飞行时间 并且为了确保弹头破坏力 MK-149采用高强度的衰变右弹心 来强化穿甲能力 而这雷达使用了高回复率 脉冲多普勒追踪雷达 尽管这已经是当时的最好的配置 但第一代的密集阵系统 还是缺陷颇多 最常见的有保养不易 易受海水侵蚀 反射使雷达天线 难以追踪侦测 以接近垂直角度来袭目标 但要再装填作业缓慢等等问题 因此在1980年代 便被下一代系统取代 MK-15 Block-1 又被称为密集阵Block-1 是密集阵禁防系统家族 第一款改良型 相较于前一代最显著的差别 是以新的四片式 背接平面雷达天线 取代原有的2D反射式扫描天线 使其搜索能力与目标更新速率 都比早期密集阵高出一倍 接着装弹箱容量 增加到1550发 并在炮座周围装上一层挡板 以避免海水侵蚀 火身炮的进弹驱动马达 也从原先的液压马达进弹 更换为气压马达进弹结构 射速增加到每分钟4500发 炮管材质也更换为 更耐海水与盐分腐蚀的成分 配备的弹药也从平化硬弹 更换为乌合金弹芯材质的MK1494 大幅强化密集阵 在高密度攻击环境时的接战能力 MK15 Brock EA 针对超音速掠海反舰导弹的威胁 进行升级 密集阵EA 以新的CDCAMP射控电脑取代CDC 处理能力为原先CDC的100倍 此外 CDCAMP也经由资料总线 连接舰上作战系统 如此 密集阵就不再是特立独行的系统 能与舰上其他系统分享侦测资料 并协调作战 大幅增加了整体舰载防空系统的运作效率 当然 改动这些根本就不够 另一要项是火炮本身射击的稳定度 与弹镯密集度 增设炮管支架与附带的炮箍来固定炮管 以降低炮管在高速射击时产生的晃动 使其弹镯更加密集 显著降低了瞄准误差 并强化机炮射击时的稳定性 并且还在1994年的测试中成功击落超音速掠海飞行 并且进行高际闪避运动的靶机 使其成为全球第一种成功拦截此类目标的机炮式武器系统 MK15BROCK-1B 改进目标是有效应付水面目标 以及低空慢速目标 并进一步强化拦截超音速反舰导弹的能力 在雷达罩左侧加装一具HDTI-5RF超长波长高分辨率红外线热影像系统 同时红外线热影像也整合辅助射控雷达辨识目标 大幅提升密集阵追秒小型高速目标的精确度 接着是火炮上进行的改良 换装MK224M2.0脱壳穿甲弹 弹心重量由MK149的70克增加至105克 子弹总重则从100克增加至150克 推进能量与唐压都大幅增加 命中目标时的动能相当于30毫米炮弹 同时为了配合ERLC更高的装药量与发射出速 炮管长度由原先76倍径增加到99倍径 重量比原来的炮管增加一倍达到17.2千克 炮管支架与炮箍也改用新型设计 让两者各自独立使新的炮箍更长且更稳固 这个方法经过测试后 误差从原来的1.2明显降至0.8 当然除了这些 密集阵Block 1B后续还进行了火炮控制电脑改良 代号密集阵EB机械2 射控电脑可靠性及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均有提升 可就算是这样 它依然不是最强的密集阵进程防御武器系统 中国多管进防炮总共发展了三代 第一代为AK630炮 第二代为海军730炮 第三代为1130进防炮 而目前世界上最先进射速最高的进防炮 当属这个第三代了 该炮是一款11管30毫米式加特林速射炮 同时配有雷达红外线追踪系统 系统装有11个炮管 两个弹舱 以此能锁定40多个目标 最大火力为每分钟1万发 即每秒约166发 能够击落以4倍音速飞行的高超音速导弹 具备拦截反舰导弹 绝航导弹 飞机和其他武器的能力 战斗力可谓是相当的惊人 并且这些自动化武器受雷达控制 在软件的控制下 可以自动向来袭目标射击 而且据说1130使用的乌弹心 一个三秒点射就要花掉50万元 射程超过3000米 对反舰导弹有效拦截距离增加到了2.5公里 具备拦截4倍超音速导弹的能力 至于现在进方系统的排名 1130性能第一 730第二 守门员第三 密集阵第四 额制AK630第五 大家对此有什么想发表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对于本视频不尽完善的地方 我会在评论区一一补充 在评论区码上没有人 在评论区间上发表的看法 三级底包专 Larry